这边转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要先去check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先执行 我名称取叫Fone Fone.java一个Sublet 然后它的View的名称 我这边取一个叫Login.View 然后执行起来的话就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已经有写入资料到Cookie 除非说我把它从Cookie清掉 清掉Cookie的话 因为Cookie里面有东西 所以我就在这边已经有了 账号跟密码 因为我这边打都按登录 登录的话 它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就登录成功 反之的话就登录错误 这地方给它一个错误的 错误的话它会弹回来 弹回来的话 如果我这边输入的是错误的话 它又会弹回来 那因为我刚刚有记录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会显示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个ServerLess 一个什么呢 一个那个Sys的一个HTML 所以会有三个页面 那三个页面的话 然后这地方当然Sys就是 登录成功的页面而已 那首先我们来看Fone 第一个这个页面 那我的View就是Login.View 这名称的话我想自己可以取 其他名称都OK 只是说我要怎么去抓到 Cookie里面的东西 所以刚刚我们没有讲到这一块 只有写进去 但是没有读出来 那读的话一定是不能用HTML 因为HTML不能够去执行 我们的ServerLess 那些程式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建立为ServerLess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边 我上面宣告了几个 那我实作的部分的话 我是在 你这个地方可以在Post里面做 应该在Post里面做 我们这个地方在 或者在这个GET里面做 其实都可以 那我这边是写了一个Mensure 直接怎么样呢 就把它两边都可以 两边都可以 那主要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宣告几个东西 这边的话我宣告了三个 三个这个字串 那这三个字串名称 分别就是我们的 UserName Password 跟CheckBus 三个东西 User只给它空字串 再来的话呢 我要去找Cookie 那Cookie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哪边去建立 去取得Cookie呢 从那个Cookie的阵列 有没有 Cookie的阵列里面 那我就建立一个 这个Cookie的阵列 因为Cookie不止一个 我去里面找找看 那Cookie里面的话 从Request.getCookie里面 去取得这个Cookie的阵列 那首先的话呢 如果Cookie时不等于No 表示说有Cookie 那我要做什么呢 逐一的去检查 所以for什么呢 先建立一个Cookie的 Cookie的一个物件 不是阵列哦 然后呢 在后面这个是阵列 那我讲过这个是 for each in for each in 在所有的 在哪里呢 在这个阵列里面 因为后面一定是这个阵列 在把它主意的什么 第一个 放到哪里呢 放到Cookie里面 然后检查看看 这地方的话呢 Stream get什么呢 get它的name getValue 然后 它里面有name跟value 取得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来什么 if username equals name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把什么呢 这个value取过来 放在username里面 如果这个比对 一样的话 一样的话 再来的话呢 if这个password equals cookie里面的getname 如果说 cookie里面 有一个名称 叫做password 有一个名称 叫做name的话呢 那我们这地方的话呢 就在取得这个value 这个value放在password 这地方做比对 比对 OK 那如果说 再来呢 if什么username点 它的长度 它的这个字串长度呢 如果不等于0的话 而且password的字串 不等于0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就这个check的 就打勾 打勾 也就是说 里面有东西的意思 这一行的话 判断说呢 如果这个 账号跟密码里面 都有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把什么呢 这个地方check 把它打勾 check的 表示说呢 这地方我要 这个打勾 勾悬起来 让它预设值 给它一个打勾的状态 然后break跳开 跳开之后的话呢 最后再把这个结果输出 那输出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把里面的user 跟password丢到哪里呢 其实底下这一串 就是一个html的网页 上面部分是取得cookie里面的值 再把它放到底下的那个html 所以最后的话呢 因为我已经有抓到里面的值 所以它一抓到之后的话呢 就会帮我把 从cookie里面的值丢进来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cookie里面有东西 所以预设就会有东西 那如果说呢 我先复制 这个网址 其实你们可以在 IE软件器试试看 因为IE软件器里面 现在有cookie吗 没有啊 我enter一下 要不然的话 就是要先把cookie给清掉 cookie的话 你可以从网机网户选项里面的那个 哪个地方 在哪一个有一个页面有没有可以把它清掉的 就是这个页面 可以把里面的东西 把这里面的东西清除掉 因为这是英文版的 就是把cookie清掉的话 你帮我再来试试看 在这里 这一个 setting这里 然后 这边有一个 view file 其实可以怎么样呢 我按照时间排序一下 应该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cookie 我把cookie砍掉了 没有cookie了 对不对 然后下一次的话 再把它重整一下 里面空的 然后如果我现在再把它记录一下 确定一下 打勾记住 登录成功 对不对 然后下一次的话 重新整 重整一下 它要自动帮我把cookie的东西载进来 这个时候的话 你在cookie里面就会有新的一个cookie 那的话 除非说你要把cookie清掉 才可以 OK 那因为这个cookie保存期限是7天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讲的这部分是抓出来 抓出来 那如果说我要怎么样呢 要把它存进去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的这个程式码 应该基本上没有改动 主要是 这边取得usernand password 然后比对一下 建立一个cookie 跟刚刚一样 然后放的时间是7天 然后cookie的这个值的话 是一个password 一个usernand一个password 然后add的进去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两个值 然后再来是 应该是这样 然后如果确定的话 就是sensees 就是跳到sensees 反之的话就是到page 我想这个地方的话 page是一样都给你点率 那主要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在这一段程式 可以多参考一下 这个也是10座级的一期 在cookie的部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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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